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首中涉及Uber的致命车祸 丧生的Uber司机未必可以获保险赔偿 根据Uber和司机签的合约 只能自己买个人意外保险 如果司机买第三者保险有问题 Uber也不会承担责任 有保险业人士说Uber对司机欠缺足够保障 林永报道 亚加路街天桥上星期四车商撞的意外里面 一名载客Uber司机身亡 Uber引爆保险问题 曾经驗过Uber车的刘生 说香港Uber说过 如果司机发生意外会有保险承保 但是是什么保险承保什么 刘生说不清楚 不需要擔心年輕的風險的話 我們保險也會遮蓋 我覺得有少許癌症的成分 你這樣聽完你都會覺得 我很安心 我可以報索外公 因為我透過這件事穩定的同事 我沒有一個很確保的東西 回到的話 我沒有得到太大了 我們拿到一份 Uber 和司機簽的服務合約 明司機要為車買第三保 又說司機是自顧人士 只能買自己的個人意外保險 若司機買的保險有問題 Uber 不會承擔責任 Uber 無需為司機或車的損失 向司機提供任何保險成保 即使Uber 買了相關的保險 亦都可以隨時全權著情取消 換言之 司機遇上意外 若獲得保險公司賠償 就不能向Uber 追討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 會長羅小紅看過合約 認為條款沒有保障到 全港大約3萬個Uber司機 根據合約裏來說 他給司機基本上沒有保障給他 反過來 乘客方面當然有保障給他 或是第三者也有保障給他 但只是在人命傷亡方面 沒有涉及第三者財物上的損失 而在學取囚會令第三保失效 都違反了取囚的方面 因為保單裡面寫得很清楚 所有私家車不可以取囚 也違反了他們做這個行為 要自己去承擔所有的風險 他說 Uber 雖然為乘客和第三者 提供額外保險 但司機亦都不能獲得保障 羅小紅又說 Uber 至今都沒有公開保單的內容 條款和細則 保障額是多少都不知道 他希望Uber 盡快交代清楚 CV記者都明白不多 好 回來第84集的自尊寶 剛剛上個星期就有一宗交通意外 嚴重的交通意外 第一次有Uber 牽涉到Uber的情況下 就發生一個人命傷亡的意外 其實之前也有聽過一些Uber的交通意外 但相對來說如果比較輕微一點的話 當時在市場上聽到的消息 都已經處理了 但這次真的牽涉到有人身傷亡 有傷者有死者有第三者的汽車 有電單車有的士 另外引爆到很多不同的各方面各業界的朋友 都出來講這件事 保險界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服務提供者的朋友 也有立法會議員 都有分別出來講 或者簡單來說 有事的時候大家都出來 我覺得是抽水 當然我可能是抽水的一部份 但有些似乎是 硬硬砌別人生豬肉 譬如舉個例子 一牽涉到Uber的話 撞車的話 司機又沒有保障 剛才有提到這段新聞 司機是自顧人士 Uber公司對他的生命 或者意外的承擔裡 沒有保障是合理的 儘管不要說Uber司機 就算你買一份汽車保險 汽車保險對於司機的人身傷亡 如果計算標準保單 都是沒有保障的 當然 你問我是否有個別的保險公司 他們會對一些投保人 或者我們叫做指名的司機 或者當時駕駛這部車輛的司機 去提供一個額外的個人意外保險 在市場上 有些保險公司 是會有這樣的條款寫在這裡 就是說司機 如果在用這部車的時候 意外身亡了 或者傷殘了 他會有一筆獨立的錢 是給那位司機的 這些是非標準的保單 客人去選擇他自己投保的時候 就應該選擇一份自己心目中想要的保險單 而和保險公司去商討有沒有相關的條件 是可以在市場上找得到的 就不可以說有事的時候 為什麼人家 就是苛刻 我看到有些詞語 在報紙上 無量 各樣的事情都會看到 譬如說有個車主 之前是駕駛Uber車的 因為他那部車自己撞了的時候 就損毀了Uber公司 為什麼不賠給他 因為人家也說了 那張單是補第三者的人身傷亡 幫你補回那個 就是因為在法律上 他不可以為原本自身那張第三者保險單 可能會影響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最壞的情況 Uber公司有一張單是包回尾的 就是說如果那些乘客 或者其他第三者的道路使用者 是因為這單交通以外 是涉及到Uber他們會有一個人身傷亡的保障 但是就不是說你那個Uber司機哥哥的財物保障 也有位立法會議員 自稱政界桂倫美 網民稱為政界馬海倫那位 他就說Uber公司 就試圖用這個自僱人士去推傲他的責任 他要人出來交代 那如果自僱人士都要對上那家公司出來交代 那市民所有的的士發生交通意外的時候 是不是車主需要出來交代呢 所有紅車的經營者 如果在紅車的司機撞車之後 是不是紅車的經營者需要出來交代呢 因為他們都是自僱人士 對啦 那六車輛就應該以我所知 大部分都是受聘月薪的 紅車輛就大部分都是租車去開 自己判了一部車回來去經營 收到多少錢自己 自己自付盈規的 那如果自付盈規都要那個器材的提供者 或者是一些工具的提供者 都要為那件事去負責賠償呢 那我想香港那個僱傭補償制度 都要翻天覆地重新撿一次了 是不是應該用一個個人的主觀的情況 去說那件事對不對呢 那我經常都說 其實保險就很直接很簡單的 很多時候都 只不過就是很多時候的消費者 在買的時候真的 over expect了啦 真的高估了那個成保的範圍 又或者覺得就是我買了就可以了 我不用你那些條款的 有事我就過來吵你啦 那些或者過來clam clam你就一定要記得賠給我 其實我想任何合約都不應該是這樣的嘛 我不是說特別幫保險行業去說這件事 而是說很多時候我們作為保險的前線人員 很多時候都想跟一些投保人 想說清楚你的利益的範圍 你的責任的範圍 譬如說你要付出某一些條款 舉個例子 譬如說是牽涉到汽車保險的 可能個別有些保單是真的要說明 那部車只可以特定人士駕駛 譬如說一些超級跑車 你要符合就是說你不要醉駕弱駕 那你不可以說我違反了這些條款 為什麽你的保險單不賠給我的嘛 或者賠完之後你要向我追討的嘛 就著這次事件簡單點來講 在那個Uber的司機 就是駕駛那部BMW 保馬汽車的那位司機就不幸往生了 他後面也有位女乘客在 在任何以見到的資訊下 我覺得那位女乘客不需要擔心 關於他人生傷亡那部分 無論是Uber那張保單 或者原本那部保馬汽車的頭保保單 都是很大機會會作出一個適當的賠償 至於對面的士的乘客 到底保單的條款是什麽 因為暫時來說 我們手邊都沒有Uber那張正式的保單 究竟他有沒有牽涉到第三者的財物 都會作出一定的承擔呢 都是要見到保單八字黑字才會見得到的 因為在法例裏面來說 除了人生傷亡 應該是對第三者的財物 都是有一個基本的要求 但是他這張保單究竟有沒有符合呢 那真的要八字黑字看到的時候才評論 但是就著 譬如說那部保馬汽車撞爛了 或者是之前有些朋友說 那位幫Uber公司去駕駛這輛車的朋友 是不是這樣沒有一個賠償 對他來說是不公平呢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你任何人去買你的汽車保險的時候 都說明司機不是第三者 你那個人生傷亡是針對第三者 或者你的乘客 那至於說 其實這樣說回頭 那部保馬汽車原本承擔 那個車主自己那份保險 那間公司 就是萬一有事的時候 會不會向那個 因為現在是說到可能 那些第三者的財物 Uber公司那張保單不承擔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保單都會作出一個承擔呢 真是好看那個條文裡面是怎樣寫 因為在幾集之前我都有提到 就是在任何朋友 你們買你的汽車保險的時候 裡面都會牽涉到有幾條問題 譬如說過去那幾年有沒有claim過汽車保險 過去那三年有沒有身為一些交通的條例 試過被人罰一些分數 例如超速、充紅燈這些 另外還有就是 譬如說 你這部車會不會租任給人 然後就收取報酬 我想大部分的司機都會說了 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個條件底下 因為它那個陳述和實質上的用途 是有一個出入的時候 其實保險公司真的有可能會 對於這個承保的理賠 會作出一個拒絕賠償 又或者在賠償之後 向相關的人士 作出一個事後的追討 他的recovery 即我們叫做一些追溯 他曾經作出的賠償損失的情況 所以我會說回 終結這件事 都是說回 你要搞清楚 自僱人士 是不會在駕駛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底下 是會得到一個汽車保險的賠償 這個是白紙黑字 是非常清晰的 除非你是譬如說幫巴士公司 其他一些 有一間公司成立了 然後向請你去做一個瘦身的司機 你才會在個人的情況下 受到一個僱傭補償條例的保障 就不要用一些情緒化的事情 又或者是說這個 烏華公司是不合理 我不是特別幫他的 只不過真的要 凡事都有一個道理 當然 不幸地有司機過了身 都希望他家人早些放下哀傷 面對生活 這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都是說一些近期的保險的新聞 好 稍後見